八旬老翁黄婚恋 老人去世后 家人为遗产对簿公堂 女儿拿出父亲的婚前协议 指责继母违背承诺 协议是否有效 协议背后还有什么隐情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半路夫妻的婚前协议 2004年初惊人介绍 62岁的蒋德珍成为80岁老人 李长祺的住家保姆 时间久了 女儿李小平看出了问题 就提醒父亲 不要给你讲不想不思的 保姆不想保姆 主人不想主人的 提醒归提醒 但是李小平还是没阻挡住老人再婚 2006年 两位老人瞒着各自的子女 偷偷领了结婚证 2017年2月11号 李长祺去世 享年93岁 2017年4月 蒋德珍和李长祺的女儿李小平 为遗产分配 为遗产分配闹上法庭 蒋德珍向南京市 陆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分割14.8万元的抚恤金和李长祺留下的6.4万元存款以及移储房产 2017年5月4号 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由于双方争议比较大 暂时休庭 5月23号 此案进入第二次庭审 法庭上原告的代理律师认为 蒋德珍是李长祺的合法妻子 依法享有继承权 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有权分配丈夫的遗产和抚恤金 而在法庭上 李小平拿出一份协议 指责蒋德珍不遵守之前的约定 据李小平说 这份协议是父亲和蒋德珍在婚前共同签署的 协议里清清楚楚地写着 李长祺的遗产由其子女继承 蒋德珍自愿放弃继承权 对此蒋德珍却说 从没见过这份协议 那个不是我写的 也不是我拉的 这份协议书出自出处 出自是0608月份 我的就是正面 就是协议书的这个 就有 然后就是当地人在 现在地理就是这个 这个地理就是这个 你父亲也在 对 李小平说 协议书是他的姐夫王维成给他的 但是签协议时他并不在场 对此蒋德珍表示 自己不识字 结婚前的确在一张纸上摁过手印 但那是手写的协议 而且也不是什么财产协议 只是一份放弃李长祺房产的声明 对于这张打印的协议 蒋德珍说自己从没见过 并且认为这个协议是假的 在这份协议书上 我们看到落款处 有正名人王维成 和代书人叶家和的名字 但正名人王维成已经去世 因此我们找到了代书人叶家和 叶家和是李长祺原来的同事 就职于一家法律服务站 当年是李长祺请叶家和代写一份保姆协议 叶家和就当着李长祺和蒋德珍两个人的面 写了这么一份协议 现在问题就是 第一 李小平出具的这份打印的协议 跟蒋德珍说的那个手写的协议 是不是就是当年叶家和代写的协议 第二 手写的协议和打印的协议 这两个版本怎么回事呢 叶家和说 李小平向法庭提供的协议 与自己曾经代书的协议内容一致 只不过前者是打印的 而自己当年代书的是手写的 不用庆心 分析了自2004年3月1日起 指李长祺 设中正清实质 第二条日丁呢 就是工资 即给付方法 就是李长祺指付 蒋德珍每月工资400元 按月支付 另外呢 李小平每年给蒋德珍一次赢 作为养老金 此外 协议还明确了蒋德珍作为保姆 必须要遵守的其他事项 叶家和说 在立协议时 李长祺还特别向叶家和提出了一个问题 于是按照李长祺的意思 叶家和写了婚前财产的约定 即如夫妻关系成立后 李长祺仍按协议支付工资 双方经济独立互不干涉 此外 有关于遗产继承权的内容 在第九条单独列出 那么 对于这条约定 当事人蒋德珍是什么态度呢 叶家和说 自己让李长祺拿取复印 复印完后 再双方签字按手印 并特别嘱咐得有个证明人 至于这份协议后来为什么变成打印的了 叶家和也不得而知 当然是老头子跟张军人 他们都是都七岁 八十多岁人 也认为好像这个协议是运进口来 因为你不倾诉给他 就可以打印了 都没想到后果 如今打印协议里的证明人和李长祺本人都已经过世 手写协议为何会变成打印的也就无从知晓了 但是在这份打印的协议书上 重要人物李长祺的名字却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重要日期也不对 那么这份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法律规定公民可以以嘱来处分自己的财产 把自己的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数人来继承 那以嘱继承呢 它优先于法定继承 主要就是充分要体现公民对自己合法财产相有自由处分的权利 同时公民在处分自己财产的权利的时候 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我国老龄人权益保障法第22条就明确规定 就是老龄人在以遗嘱的方式处分财产的同时 必须要为老龄配偶也就是对方保留必要的份额 如果把它作为遗嘱继承是有效的话 那李长齐的这个遗嘱就不夺了蒋德真的合法的继承权 在本案的协议中 李长齐没有为蒋德真就是他的老年配偶保留必要的份额 将自己的财产全部指定由其女儿一人继承 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限 从内容上面它就是和法律的规定是相基础的 因为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一部 相对于继承法来讲 是特别法 他要忧心使用 然而被告李小平认为 签协议时使李小平自愿放弃了继承权 难道还必须因为是老年人强行分配遗产吗 最核心一顶就是 蒋德真他明确表示放弃他的这个继承权 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 最关键的呢 就是做出放弃继承 必须是在继承开始后 和遗产分国前这段时间做出来 当时做出这么一个放弃继承的承诺 继承还没有开始 也就是你长期还没有死亡 所以我们说就是在定列这个协计的时候 首先这个内容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也就是说蒋德真放弃继承权时 继承还没有开始 因此协议中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 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而原告代理律师则认为 即便这是一份协议 也不能剥夺原告蒋德真的财产继承权 和享有抚恤金的权利 抚恤金它不是遗产 也就是在定立这个协议的时候 抚恤金还没有出现 那它显然不正在放弃和不放弃的问题 此外从形式上来看 如果这份协议能被视为遗嘱 那必须要遵守立定遗嘱的有关规定 代书遗嘱中规定 必须有一个代书人 一个见证人 两个人的亲笔签名 然后还有立遗嘱人的签名 而此份协议都是打印的名字 因为在农村里 他们呢就是二手印 就是感觉这个效率比这个亲子还要大一点 何况就是有这个法律夫妻的印章 盖在上面 只能说有点瑕疵 对不对 你继续还不可能无美 你不能说这个协议不省项 对此法官认为 即便是蒋德真和李长奇两人都不识字 都按了手印 但作为证明人和代书人 也必须留有亲笔签名 代书人本人也没有在这个协计上面签名 所以他这个从这些形式上面来看 那也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 法院认为这份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 不能当作是一份遗嘱 抚恤金和作为老人遗产的存款加房产该怎么分 双方现在对立的情绪非常大 如果要判决 估计两边都不能接受 所以法院就决定调解优先 让双方的矛盾先缓和下来 在调解中双方的意见分歧较大 调解一度难以进行 来 来 好了 好了 平均一点 你房子你应该卡名帐 你应该卡名帐 只是你发的时候应该请个承诺的 被告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分给你原告五万元 而原告认为我至少要分得十六万元 但这个是就是前提是房子呢 就是由被告来继承 所以这个差距呢 是很显然 是很大的 调解这种难度可想是 蒋德真说 老伴去世后自己所谓的保姆收入也没了 如今年事已高 双腿残疾 至今还要靠着轮椅才能行动 因此更应该被照顾 李小平认为 蒋德真和父亲婚后一年多 就回到了自己儿子家中 根本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 况且父亲每月还会支付他保姆工资 到年底还会给他养老金 既然领了钱 就应该减少财产的分配 对于父亲留下的协议被认定无效 李小平更是满肚子委屈 法官觉得 虽然双方分歧比较大 但也不是没有调节的可能 经过一番努力 被告同意再做出让步 原本只准备给五万元 现在十二万元以内可以商量 于是法官又去了原告家 小姑娘 你儿子现在长得 你跟女儿子在整衣上 老板在酒群之下 心得能舒服吗 对不对 你和小姑这个事 不安心 你儿子说 这不安心 对啊 那你小姑娘 老板说不安心 不安心 不安心 也来了 这不不不来了 小姑娘 所以我们的家叫 最终 在法官的细心调节下 蒋德真与李小平 达成和解协议 女儿李小平 同意将十一万五千元 分配给继母蒋德真 当时我呢 就是母亲我吃亏了 给她 我是有点出发的 就是说 从法律之方来讲 你们太辛苦 从我们双方来讲 本部也辛苦 对不对 谁能解决问题 还是他谁能解决问题 就是在调节的过程中 首先呢就是 从亲戚上面 跟他们说清楚 这是家庭陈寅之间的 这个纠纷 矛盾 不宜呢 就是用法院这个判决的形式 净给了促转双方来调节 不要把这个去世的这个逝者 也就是死者 留下来的这个遗产 看得太重 这个幸福的生活 还是要靠自己精神的创造 据北京大学中国老年健康退休 还有一部分原因 那是再婚后的财产的归属 继承的问题 说白了 就是要解决钱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 李长奇老人生前 他想到了 他还立了个协议 这个钱啊 谁也别抢 有问题 咱们立字去 只要你们支持我 照顾我 你们就都能各取所需 可你看看 问题还是出现了 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这李小平认为 这就是钱的问题 因为钱能解决的问题 不是别的 就是钱的问题 对 那钱没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呢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 每个爱情故事的开始 都灿烂如花 无奈天又不测风云 当意外来临 是选择甩掉包袱 还是不离不弃 携手前行 如果你真的不能走的话 我就做你一辈子的双脚吧 这对夫妻 面对人生的大坎 会做何选择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背你一起走